如果告诉你这个画质是两个图片拼成一起 而且我说两分钟内直接把它抠出来做的一个换天的效果 你信吗 诶 达芬奇18.1来了 今天给你们分享几个我特别喜欢的新的功能 这里补充一下 如果你没有达芬奇18.1 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参加我们的乔治达芬奇剪辑挑战 这个月底我会开始拉片 然后选择几个片子 赠送三个正版的达芬奇 也感谢那些已经提交的朋友 我都看到了 你们at我每个我都会看 OK 月底拉片 我们到时候见 那现在达芬奇有一个降噪功能 直接可以提取人的口播 然后把后面的背景或者噪音给降低 给你看一下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剪辑界面里面 然后到音频 这里现在有两个 一个叫Voice Isolation 一个叫Dialog Level 那Voice Isolation呢 直接的翻译应该就是音频隔离 Dialog Level就是平衡音频 或者是平衡我们的对话 除了在剪辑界面和快捷界面 我们在我们的Fairline里面 现在也有这两个功能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 记得可以打开 然后这里点开Track Effects 可能默认是这样子 点开 然后Track Effects 对吧 我们的效果就出来了 这是我之前纪录片里面的一个录音 The human population has more than 可以听到主持人 还有他的背景音乐 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只要点开 我们的音频隔离 我们来听一下 The human population has more than 是不是很酷 很方便 那如果你是整个一条 我们的音频线都要做处理的话 你可以到Fairline里面来 然后到第一个音频线里面 打开它 然后你可以点击这个 它会出现这一个小的控制台 你也可以调整它的一个参数 不过默认 其实大部分效果都是蛮不错的 这个功能怎么样 OK吗 这里我要强调一下 不是所有的背景音乐 或者是音效 都是可以处理的 非常的干净的 我们做任何的处理 都会对音质 都会有一些损伤的 所以这里大家慎重 还有就是一些环境音 海浪声 飞机的噪音 汽车声音等等之类 用这个功能也非常方便 怎么样 这个功能打几分 非常非常好用 OK 好 下一个功能 应该是一个对话平衡器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声音越大越小 对吧 那我们得单独处理 比如说 在把音频调亮 或者是在声音太大的时候 我们被把音频降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声音 一二三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给我们点个赞 关注一波 后面还有更多的教程 给你们分析 打开以后 这里有几个默认的参数 默认的参数 其实就很好用 如果你觉得效果不好的话 你可以调整不同的 这几个算法 然后来去试一下 这几个参数很容易理解 第一个是 reduce loud dialogue 就是说 降低我们偏高的声音 然后第二个 就是lift soft dialogue 就是把偏弱 或者是偏小的声音 给它提上来 这样的话就平衡了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是 background reduction 就是降背景音 或者是背景的噪音 所以默认一般三个都点上 然后最底下 最底下这里有个apple gain 就是我们最终的增量 一二三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给我们点个赞 关注一波 后面还有更多的教程 它会尽量的 把我们所有的声音 给它综合在一起 那有的时候呢 由于我们声音差别太大 它确实不能把它拉得特别高 OK 一开始我告诉你 这个视频是做了一些调整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 到调色界面里面 现在只要到调色界面 就可以使用 OK 这个视频的原始视频 是什么样子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是它的原始视频 那我怎么做到的呢 很简单 我们现在有个新的功能 叫sky replacement 在素材库里面 然后到resolveFX 风格化 第一个sky replacement 你可以直接拖到我们的节点上 或者单独拖一个 这样的单独的节点 OK 我这里就是单独拖了一个节点 在这里 OK 这个功能怎么做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直接把这个拖进来 OK 可以拖到它的中间 那现在什么效果都没有 没有任何变动 对吧 先不用管 首先我们得把天空选出来 那选天空有很多办法 比如说显定器 量部选择 那我就用了很简单 很智能的方法 就用这个 画了几个笔刷 直接把天空选出来 然后做了一个跟踪 这是我选出来的天空 OK 然后呢 我们把蓝色 也就是蒙版的这个节点 拖到我们的幻天节点 现在天空已经被选出来了 可是是黑色的 怎么办 那这里呢 我可以拖进来 我现在自己默认的一些天空 或者图片 或者视频 我在我们的媒体池里面 我这里有两个天空 比如说这个 我拖进来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两个任意选一个都可以 然后把绿色的拖到底下 这个绿色的节点 一下子我们后面的天空就出来了 那你说这个节点 到底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因为毕竟就是一个抠图 然后你要不就放两层就一样了 对吧 等一下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参数 那很遗憾的是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功能 所以现在还没有汉化 可是呢 我告诉你几个比较好用的 比如说第一个 Saw Sky Appearance 也就是说我们的背景的 这个天空的参数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比如说 选择它的亮度 看到没有 它的饱和度 稍微降低一点 我们的温度 对吧 就是白平衡 最后呢 是它的透明度 这样的话就看得更自然一点 对不对 那我们先播放一下 有那么点感觉了 那我们再往下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个热点 热点就是 给你看一下 假太阳 那这个太阳呢 你也可以调整它的颜色 比如说偏蓝一点 偏绿一点 偏红一点 然后它的大小 你是可以调整的 OK 而且这个是会影响到 你的背景的 就是你的天空的 包括它的锐度 这个你可以调 当然了 锐度越少 语化越多 看得更真实 包括它的位置 而且记住啊 这里是可以做关键针的 也就是说 你可以让它移动 那下面呢 还有一个是sky position 就是我们的天空的位置 天空的位置 这里有个很好的功能 叫track foreground 就是我们可以跟踪 我们的前景 因为记住 我们这个图片是在动的 所以如果后面背景 没有跟着动的话 就很奇怪 直接点击 它就会扫描 跟踪 那跟踪完以后 由于它的背景会变形 所以呢 边缘就漏空了 这里呢 可以点击这个 autosize for motion 就是自动变大 不 就这么简单 然后我们再播放一下 可能看得不是那么明显 可是我可以保证你 它现在是跟着前面的场景 的移动的方式 而做的后期的调整 我们还可以 当然给它翻过来 比如说380度翻过来 如果你需要的话 包括它的大小 我们也是可以调整的 那你可以看到 后面好像有点透出来 之前的原始的背景了 那在上面 我们是可以调整的 到最上面 这里是对比度 把它关掉 这样的话就看不到后面了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调整 它背景的位置 对吧 比如说移动它 OK 稍微高一点 这样的看就更立体了 对吧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看得挺真实的 底下呢 这是sky integration 就是它的一个容纳度 这里呢 我们可以调整一些 给你看一下 鱼眼或者是它的角度 对吧 变形 下面呢 还有它的defocus 就是它的模糊度 OK 包括它的曝光 都是可以调整的 最底下是它的混合度 你可以把它关掉 或者是打开 那前景呢 你也是可以调整的 比如说打开以后 它的前景的一些亮度啊 饱和度啊 然后它的温度 都是OK的 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背景的话 直接把另外一个背景 拖上来 代替一下 然后调整一下位置 然后播放一下 OK 那如果你没有背景 怎么办 这里还有个功能 在这里 artificial sky 人造天 这是达芬妮自己 模拟的一个天空 然后慢慢的模拟天空 就出来了 找到一个你觉得 挺真实的一个过渡 我觉得这就挺好的 然后你可以调整它的颜色 比如说我想 黄一点 红一点 蓝一点 我们这里还可以 人造云彩 看着啊 是不是有那么的感觉 包括云彩的颜色 云彩的大小 云彩的形状 然后可以放小一点 云彩的方向 OK 这个是一个立体的方向 稍微 对吧 它有个纵横的感觉 然后包括它的细节 还有它的一个浓度 最后呢 是它的对比度 稍微淡一点 然后呢 还有一个时间 这个特别好玩 你只要添加一个关键称 它是一个实时 可以变动的一个天空 再跟踪一下 然后再播放看一下 然后你也可以用 这里有不同的算法 有的时候如果第一个 觉得有点奇怪的话 我们可以算 比如说我可以跟踪前景 我可以跟踪原始的天空 或者是我可以跟踪一些特效 那我们看看 跟踪原始的天空 OK 然后跟踪一下 然后再把位置调整一下 OK 然后再播放看一下 对吧 有那么个感觉 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点个赞 好吗 我们下期教程再见